如果大家有濕疹、白食、牛皮线、主副手、银泻症、 气管敏感、鼻敏感、哮喘等免疫力系统的问题 大家就放心 因为我们的解决方法就是敏迪 我们看看实证 图中这位人兄叫Sam哥 他有很严重的银泻症 大家看到他服用了之后 左手边已经得到很大的成效 大家又看看另外一位实证 这位就是我们台湾黑白港的主持 他有很严重的牛皮线 他服用了之后 右手边也得到了很大的进展 敏迪本身就是植物提取物 全无副作用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敏迪的资料 就可以打来5537-9521 downstair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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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开 SPAN 回來了,第十一集第二節的血暖解封,繼續有我永蕭 我是一筆 剛剛講開,今集就講衝天大火災 第一宗案件就是淘大工廠大廈迷你創的大火災 剛剛講到我們第一天晚上發生火災時是6月21日 晚上8時突然升為四級 原因是在7時半的時候,有兩位消防人員失去了聯絡 overoverover,沒有反應 消防的編制就是這樣的 你進去,醫務隊進去,你就去做一些 我們不要說搜救,或者叫做清理的工作 或者叫做找火源的工作的時候 那通常有一個時間之後就會出來 時間到了,一直不能出來 那我就講一講,失去聯絡這一批人 尤其是帶頭的阿sir,叫做張耀昇 張耀昇就是煙火特顯隊的教官 問題來了 路線什麼叫煙火特顯隊 那煙火特顯隊就是在2011年3月成立的 是消防和救護學院的室內煙火訓練教官和教官 助理擔任的 他的成員包括什麼呢 成員裡面就有一個助理消防區長 十一個高級的消防隊長 以及四個的消防隊幕組成 一輛 Kanai 將中間看到人員會有很多 是最總級棒了 本身それでは一輛 他就要評價看完 cues 幫助理施也知道 那才那是 він北一輪 當中 dynasty ühne Perkut 大陣 方面 disney 不是普通的人來做 他們應該做不出 很棒 所以那幫人做得很困難 精英 剛才殉職那個 他就是其中一個 在這個特顯隊裡面其中一個要員 找到他們進去 就不開玩笑了 你消防和警察兩回事的話 警察就好像石堅和馬仔一樣 他退後兩步 兄弟上腳 比較小的先走 但是調轉 消防是隊長先走的 有警察先走的 有警察先走的 有隊長先走的 一定是大那個 因為要憑經驗進去火場 要找到一些東西 譬如我見到 亂了 一來我要清理 清理得到我就清理 二來我要出去的時候 回報 裡面很不行 要告訴別人 出來指揮的人 進去 環境很惡劣 所以進去的就是要做這些事情 所以為什麼消防員特別值得我們指鏡 我真的覺得以前的小說裡面 那些英雄人物就是這些 還有消防員很慘 撿死才是他 救貓也是他 救火也是他 做了很多的臨審事 爆門 在家裡的門爛了 又找他去爆 還有我有一個論點 為什麼 說一點點吧 消防是我們現在民調裡面 叫做受歡迎程度最高的 政府部門裡面 為什麼呢 剛才老師說了 他們做了什麼偉大的事 其實很多時候是你沒有做什麼 你看報紙 會不會突然說有幾個休班消防警員去偷東西 休班消防警員去非禮 你看不到 很少的 正氣很多 是的 但是反而有某一些政府部門 那些你經常見到他犯事 法庭辦 最多 紀律部門最多人 是的 所以為什麼呢 是有原因的 即是你沒有做什麼 還有你做了什麼的這麼偉大 我覺得成正比 說真的 我就要說回公道說 在這個七幾年前的消防局 你經過消防局 一定會聽到什麼聲音 就是打麻將聲 為什麼 不是他們爛倒 因為每一個消防員 他就要on call 24小時 所以消防呢 為什麼消防呢 你經常見到休假呢 因為他一回就24 那你工作是一個月 是一個星期48小時 那他回兩天 就是等於他回了一個星期的工 所以他回兩天 就是回兩天就休幾天 回一天就休兩天 接著一天公眾假期 應該要放的 所以他們一回24 那有時候就沒事做 打牌沙羅 但是現在沒有了 你會見到 經常打牌球 那些事情 操練 你不要以為是消防很有空 他沒事做要操 操那個牌架 他叫牌架 他敗也是敗那個牌架 第二 你要發覺消防車人很漂亮 其實自己擦的 是呀 他自己擦的 擦都不止 你看他連車輪也有 因為你要確保 你去到現場的工具 一定要用得 去到那個瓶也不能用得 扭極了 扭不了 他真的要省靚 所有的 拿一些喉頭來曬 所有都要Function check 是呀 一定要 我叫你救人 他就說 哎 仆街不穿 那怎麼辦 是呀 我們以前做飛機都是 所有的儀器 那你都要Operation check 就是說你根本就一定要 所有東西都要運作得到 是呀 所以其實消防這個工作 不是容易的 很辛苦的 還有你要強健的看法 是沒錯 還要不要近視 一定要不要近視 因為消防要求那個 那個什麼 市力要很高 市力是最高的 不是市力 是那個闊 除了市力 市街 市街 市街要很闊 去檢查你兩點 那兩點很闊 因為你 大哥你進去 我叫你去救人 你不行 我就要救多一個 是沒錯 我本來叫你去救人 你不行 我知道要救多一個 其實我想問一下兩位 你們有沒有用過迷你倉 我有沒有 但我上過去 因為我們拍戲呢 就是這樣的 我就沒有用過迷你倉 不過我就改過迷你倉 你OK 就是這樣的 我選的時候應該是十五六年前 那時候時槍也沒有 然後我選完之後 就把單位賣掉了 就沒有選到這麼小的 一開八道 我講一點 因為我們試過拍戲 就把道具真的塞進去 塞到很塞 因為你全部都要計算過 最省錢 你就一定要把東西好像 小小過初 大大東西塞進去 塞進去 你一定要計算 所以如果你想想一燒通了 那些門一爛的話 爆出來 有些東西倒下來 爆出來 那些消防員 他有時候計不到這些 最慘的是迷你倉 我放在這裏確保一些東西 我怕被人偷 它全部都是 道行先的 用鐵網、鐵板間 也就是迷你倉的賣點就是防毒 其中一個point 你不防毒 你沒理由 不停找鐵絲網、木板 一爆就開 沒錯 好 然後我們就說回 在7時半發生了 兩個消防員 是不是30點半 然後 之後就有一個 就是 出來的 但就說 不行 阿sir還在裡面 阿sir還在裡面 好啦 消防學院 就發佈一個緊急的訊號 叫做Mayday Mayday 為甚麼 其實Mayday是法文譯過來的 它發明那個年代 就是這個 七幾年 七幾年的 但Mayday不能說一句 一定是Mayday Mayday 三個連續說三次才可以 就是一個國際通用的求救訊號 好啦 即是說 消防裡面都爆了很嚴重 即是說 有人失去了聯絡 好啦 然後消防人員 即刻 就衝了四隊 的伊武樂隊 進去 拔張sir出來 拖出來 你記住 拖出來 拔出來 那時候已經是八點十分 即是說 他已經失蹤了 也有半個小時 幾個時間 但是 火牆半個小時 是的 在地上 接著 張sir已經失去知覺 接著就馬上去拆 拆的時候 人們都叫他 叫他的名字 他就去 立刻送到醫院 去到九點五十四分 在醫院裡面正式不治 好啦 這樣就因為他太過新鮮事追 所以我們講過了 導致到災難的發生 好啦 其實呢 有件事情就一定要講 就是 當這個火警發生的時候 在這個日一號 的中午時分 因為去十一點多鐘 開始去救火 中午點到兩點鐘 有一段時間 相對來說 火勢是受控的 是 但後來呢 這個呢 消防呢 就採用了一個叫做 鎮壓攻擊 救火法 救火法 怎麼發生呢 鎮壓攻擊 救火法呢 是在西方那邊發明的 嗯 他一般呢 就在一個 比較小的環境之下呢 就找些大型的風鼓 然後吹 吹進那個單位裡 那你吹走了那些煙 你就很容易見到 災場走進去裡面 但是閉在 這個艙不是細環境 是 是 一般的 一般以前的救火方法 用潛龍的救火方法 就不停在周圍 噴水入災車 然後就 然後就 在頂上噴 沒有再用不到 就唯有扭它燒 是 沒有第二個方法 因為沒有人在裡面受困 你沒有那麼 沒有急需要進去 其實這個鎮壓攻擊 那些救火方法 不是發明了很久 是的 新的方法 但是你對付這個 你知道那個 剛才的密尼艙 窗又多 地方又大 你這樣找些風鼓出進去 就是你那些很燒的食物 你透露最快找 現在找火槍 以前沒有 你用了這個鎮壓攻擊 你用了這個鎮壓攻擊救火方法 你不是救火 你用了這個鎮壓攻擊救火方法 你用了救火 助燃 助燃 變成那些已經控制 可能那些正在燒的東西 已經紅色沒有火起 你一吹風鼓 它就有了 又有了 所以這件事情 最被人救病的地方就是 第一 它用的方法 其實不適合在這些 這麼複雜 這麼大的火場 兼得這麼多個洞洞洞洞 你更加不知道 裡面什麼環境之下 用這個方法 是不適合的 第二件事就是 始終張sir 都是紅富士出身 也是一個勁人 其實消防他們是這樣的 現在相對少一些救火 變成他們會用不同的方法 試人看看行不行 但是當然這件事情是出了事 其實這個政壓攻擊救火法 還有一個先決條件 就是要對流的 譬如你要噴進去 那邊的槍對流 要有出 要有入又出 要有入又出 但它現在不是 入又多出又多 你只會越警越猛 沒錯 這件事情 令張sir 犧牲之後 問題來了 那輿論壓力來了 就說 喂 你那裏明明是沒有人 是一個迷你倉 為什麼要搞到一個消防員過身呢 好了 然後消防呢 就為了矯枉過程 用回防守一點點 就是純粹是噴水的 好了 純粹是噴水 然後又出現另一個問題 就發覺屋宇柱就見到 咦 裂了 噴 滲水 會不會倒的 嘩 另外一個壓力又來了 屋宇柱又要去現場 所以這件事就是 一邊消防裏面的人員就說 喂 阿sir 不要那麼勇 一些人去這樣做 另外一邊就是 政府壓力就說 喂 什麼時候救完長火 他怕它倒的 再被燒 又怕它倒的 又影響到現場那裏附近有一個交通樓 去那裏附近有多不同的建築物 有封路 搞了很久 好了 結果呢 在這個兩邊在那裏扭鏡的時候 就發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很有趣的內部矛盾就是 在現場真的有消防員 是消防員 是真的走去跟那些區長 消防區長推撞 是的 第四節 我會說多一點這件事件 是一件真事來的 現在我們先按下不表 好了 到了 你壓力快點救火 真的就加快速度 到了 6月23號 即是說發生了兩天多之後 晚上7點鐘 火場又爆 發生了一個突變 37歲的消防隊伍 許智傑 許Sir 在火場上面的三樓 就不適倒下 就陷入昏迷 就馬上插進去 送完 這件事情可以很詳細說的 其實為什麼榮少可以這麼詳細說呢 因為我有朋友在現場 看完整個事件發生 當然這個人的新聞 身份我是保民的 是不會跟大家說的 免得老 其實我們都講講的 其實你派那些派 他不是派幾隊人進去 他也有個鐘 其實場外面也有人登記著 幫他計算 他待完標 他立即知道了 那個人進去多久 其實那個人監察著 進去那個人有多久 沒錯 然後許Sir 抬出來的時候 還有兩名消防員 都是要送院的 但其中一個就哭得很厲害 覺得好像很悲傷 當然那幾天 市民就送很多不同的物資 給一些消防員幫他打氣 張sir 許Sir 就延至這個晚上 一個多鐘之後就不治 這件事很悲傷的 好了 其實那些消防員 都是因為熱衰竭而送院的 如果大家不知道什麼熱衰竭 我講兩個字 大家就知道了 就是中暑 中暑 就是中暑 好了 在6月25日晚上11點23分的時候 消防就宣佈 這個108個小時的長命四級大火 就大致上已經救息了 凌晨時分就跟大眾公佈 停止這個消防動員 好了 在這個時候 這一節一定是over少少的 我們繼續去完 0106 當日第一個抬出來 和其他受傷的消防抬出來的狀況 大家可以看一下幾樣東西 地上的水多厲害 是 因為它是很多水 灌陷在火場裡面 好 去到07 我都講漏了 煙火特顯隊的特色 你見到他們不是戴 白色帽子 黃色帽子 煙火特顯隊的橙色就是沒有 真的假的 一看就不知道 是不同色的 好 去到08 當日真的很慘 出來很多消防員 他們走得 不代表他們沒有受熱衰竭影響 因為見黃金戰衣 我們第四節會講多一點黃金戰衣 去裡面的結構 好 我們去到10109 好了 當日真的累得 那些人一下來就休息 頂不住 很辛苦 你想想可能以公升去計 那些流汗 還有大量失汗 大量失汗是藏生產的乳酸 不會有鬼 好 去到1010 當然 這個就是張sir 右手邊 許sir 兩位 好 去到111 到最後 用大型的吊臂來救火 好了 在這一節完結之前 我們要去到20201 給大家看一看 我們下一節會講的東西 就是 都是講火災 但是這個火災 大家一看 好出名 中間那個圖 就應該會知道是什麼 就是嘉利大廈的大火 好 這一節時間 很快一點 我們下一節回來 會跟大家講一講 香港人喜歡吃好海鮮 吃好西 又喜歡喝啤酒 個個以為自己營養不均衡 拼命吃黃豆 搞到10個人裏面 就有一個人又痛風 不過不用怕 我們有解決方法 就是痛青 痛青這個食品 是全天然的植物提取物 腹方組成 有效幫助身體 將尿酸排出體外 抑制肝細胞裏面的黃飄零的產生 如果大家想進一步了解 痛青的資料的話 請WhatsApp 或者微信 或者打來5537-9521 或者可以上我們巴達台的網站 了解詳情 了解詳情